娱乐圈生娃后星途更好的女星,霍思燕上榜,贾静雯二婚后成功逆袭。 妈妈是超人综艺真人秀节目,目前已经播到第三期了。 随着大多数雪花们结婚生死,关于雪花们日常和她们的孩子是如何相处的,无疑是最吸引大众眼球的话题。 所以现在娱乐圈结婚生子也不再像早年那样,隐婚呀,偷生呀什么,生怕已婚事实会影响自己的演绎生涯。 反而结婚的再赶着生二胎,未婚的找到相爱之人立马公布全世界。 黄胜一和儿子安迪,算是作为妈妈是超人3节目最让人意外的嘉宾,在妈妈是超人3媒体见面会上扬字,黄胜一和安迪一家三口罕见同框。 发布会上黄胜一讲了带儿子参加真人秀节目的初衷,之前一直都是用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孩子,不太希望自己很多的隐私被公众去议论,孩子也是中间的一部分。 所以在潜意识里面孩子也会去躲避这些镜头。 甲敬文是妈妈是超人节目的常客了,上次是带布布参加的,这次是把布布和的妞都带上了,两个女儿古灵精怪,甚是可爱。 或思念老公帅气儿子更加帅气,儿子出生后也是很大方的公开,人生圆满的很甜蜜。 儿子恩亨算是娱乐真人秀的老前辈了,和爸爸一起参加了两次爸爸去哪儿,这次又和妈妈一起参加妈妈是超人三。 恩亨,你的粉丝已经超过你爸妈了,哈哈。 恩亦能静是位好妈妈,对大儿子哈利一直关爱保护着,对儿女秦米丽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。 恩亦能静生活的很是小心翼翼,祝福你嫁给爱情,而不是嫁给生活。 包文静,包文静,包贝尔的老婆,包饺子的老妈。 在妈妈是超人二中才让大众所熟悉,生了女儿包饺子后,直接叫给自己妈妈带,所以算是一位比较有争议的新妈吧。 因为她的眼里只有她老公。 邓莎,说名字应该还少有人知道吧?算是气红人不红的那种。 大林子很可爱,但孩子一直是姥姥照顾的。 邓莎的带娃经验也是堪忧,希望这次带娃骑上阵的邓莎能来个大逆转。 让自己更有前途。 大家最喜欢哪一位辣妈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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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